究竟發生什麼事導致被人五花大綁? 網上流傳了多條事發時的短片 原來這名赤膊的男子在旺角一間日本城 偷走了四支總值200元的洗頭水 之後被店員發現 有街坊見到就幫手把這名男子截停和制服 期間更將他五花大綁綁在廣東道的路牌下面 事發在星期三早上的11點多 赤膊男在被制服期間不停掙扎 一度鬆開綑綁 其中一名市民就將他壓到在地上 有途人就幫手用索帶綁起赤膊男的雙手 事件擾讓一輪之後赤膊男動賴不得 最後只好坐在路牌下面等待警方來到 警方接報到場後鬆開他身上的梨龍繩 經調查後以涉嫌店鋪盜視 將這名44歲的非華裔男子拘捕 警方接報 警方接報 警方接報